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守护健康频道 在上一期的中导年医疗保健系列视频里 我分享到我自己患上骨质疏松症的经过和认识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 我的骨质疏松症意想不到的得到了逆转 下面我要详细分享一下我的治疗经过 希望能对有类似问题的朋友有所启发 在2020年12月,我做了骨密度扫描 发现我有骨质疏松 骨密度扫描结果是诊断骨质疏松的依据 扫描通过X光检测出腰部、宽部和骨骨颈的骨密度 以T值来衡量 T值等于或大于-1是正常 小于-1到-2.5称为骨密度低下 等于或小于-2.5称为骨质疏松 我的腰椎T值是-2.6 所以我是骨质疏松了 因为同时我患有胃溃疡 不能耐受首选的口服抗骨质疏松药 那么我的家庭医生建议我看专科医生 在联系和等候看专科医生的时候 我就按医生的医嘱每天口服 维生素D2000个国际单位 钙片500个毫克 我选择的是柠檬酸钙 因为柠檬酸钙较容易吸收 而且不会因为我吃抗酸药而影响服药的效果 我还注意吃含钙高的食物 比如说牛奶 一般来说6个盎司的牛奶 大约就含300毫克的钙 6个盎司的优格 大约含250毫克的钙 4个盎司的三文鱼 就含钙大约有294毫克等等 基本保证一天总共的钙摄入量是1200毫克 加上我还注意晒太阳 并加强副种运动 大约一年以后 我看了专科医生 我的专科医生是风食科医生 他给我又做了一个骨密度的扫描 发现我腰椎的骨密度仍然保持在-2.6 但是我宽部和骨骨颈的骨密度明显的降低 由于我仍然有胃部的不湿的情况 所以医生就跟我选用了Prolia 因为Prolia不是通过口服的 是通过皮下注射每半年一次 它的主要作用是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 从而减少了骨的吸收 减慢骨的流失 其余的治疗方案 与我家庭医生的治疗方案基本是相同的 但是我的专科医生认为 我做的负重运动远远不够 不但要快走 而且要我负重快走 不但做深蹲 还要我做负重的深蹲 而且最好有专业人员的指导 他还让我认识到 目前的药主要是减慢骨质的流失 要增加骨质 就要启动成骨细胞的造骨 那么如何使成骨细胞启动来造骨呢 那就要让身体感受到压力 由压力来启动骨细胞的成骨过程 从此以后 我每天大约30分钟的行走都带上哑铃 哑铃的重量慢慢的增加到一边三磅 还加上各种不同的负重运动 比如说深蹲 也是持重神蹲和持重上下台阶 持重的平衡运动等等 总的来说吧 在很尽可能的情况下 我都带上哑铃 哑铃的重量 从轻到重 现在再试用八磅 因为Polya这个药半衰期短 它必须按时用 用药期一般是十年 过了十年后 可能要换其他药 到时能换什么药 也不是很清楚 要根据情况 所以我就很担心 万一我出现什么情况 不能用这个药怎么办呢 两年后 医生给我做了 骨密度扫描的复查 这次我惊喜地发现 所有的指标都有改善了 尤其是我的腰部 梯值从-2.6降到-1.9 宽部从-1.7降到-1.4 还有骨骨颈 从-2.4降到-2.3 我的骨质疏松 逆转为骨密度低下了 最近我又随访了 我的专科医生 他也为我的进步 感到特别高兴 还详细问了我在锻炼方面 到底做了一些什么改进 我还向医生表述了 我长期以来的顾虑 如果我还在用Poly 十年以后又该怎么办呢 后来医生说 你进步这么大 我可以跟你考虑 用RECLEX RECLEX静脉注射 一年一次 虽然这个药 也是通过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 减慢骨质的流失 降低骨折的风险 但是这个药的半衰期非常长 两年后 如果我的骨密度能维持的好 可以争取停药观察 两年后更长的时间 这个叫做药物甲期 这对我的健康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我的骨质疏松治疗的经意表明 骨质疏松确实是可以逆转的 即使是在六十七十岁像我这样的年龄 以前我曾经了解到 我有一位朋友 他有骨质疏松的家族是 在五十岁左右 月经开始紊乱 他的医生给他做了 骨密度扫描 发现有骨质疏松症 T值是负2.8 开始服用 Fuzzle Max 同时呢 他加强负重运动 他的主要负重运动呢 是持重快步走 他的经验就是要坚持 每天走两到三个mile 坚持不断 几年后 他的骨质疏松逆转了 也回到了骨密度低下 医生给他听了要 随访观察 现在已经是十几年以后了 骨密度一直是稳定着 没有进入骨质疏松的程度 总结起来 骨质疏松症是可以逆转的 必要的时候呢 需要采取药物治疗 而且药物治疗呢 也不是你一辈子就需要用了 是可以停下来的 同时要配合负重运动 负重运动呢 要持之以恒负重运动 在促进骨质改善中的 作用至关重要 这就是随时要将自己的想法 与医生交流 治疗方案是可以随之改变的 希望我的分享 能够给正在对付骨质疏松的朋友们 带来信心 让我们一起坚持科学管理 共同守护好我们的骨骼健康 那好 今天的视频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 请您点赞订阅并分享 订阅的时候 请别忘了打开小名单 这样你不会错过 我视频更新的信息 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问题 请您在留言区留言 我会及时关注 并及时答复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